Nono在今年6月被小洪老师等10名女性 提告性侵、性骚扰以及强制猥褻等罪嫌 19日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 对于其中3个案件 警察官认为罪嫌不足 因此将Nono做不起诉处分 而包括小洪老师等7案 则是以软事件侦办 据了解在3件不起诉的案件中 一名女子称自己在中山区某会馆 帮Nono按摩时 在包厢内遭到强制性侵得逞 但Nono在开庭时表示 对案发经过没有印象 因此否认犯罪 而检察官认为告诉人就医病例不符合 也没有跟Nono有相关联系资料 因此判定罪证不足 而其他两位告诉人则是分别指称 在车上和提供按摩服务时 遭到Nono强吻及柔胸 最终检察官也因无相关证据可调查 同样做出不起诉的判决 对此小洪老师也发文回应 看到新闻震惊好久 目前尚未收到北检的书面通知 急不起诉处分书 等收到后会和律师研议后续 并说我们还是要对司法有性侵 相信检察官可以还我们一个公道 透露陆续收到的受害人数 截止目前刚好跟注音符号一样多 里面还有自己认识的友人 让他感到不舍和惊讶 同时也在文中喊话 相信台湾司法不会让受害者蒙冤 一定会坚持下去 绝不会轻言放弃奋战到底